小心点 又是自律的一天 大清早六七点钟带小朋友下来晒背 我就去买菜去了 哎呀 早上有空调吹着睡不着 一定要下来晒着他才睡得好 真的是服了呀 我买了一大堆好东西 一整天的 对啊 我们 我们勺冠是属于广东这边的后花园 每年到了4月份 到年底的时间 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 吃都吃不完 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这些我花园里面都还有种 他刚刚说妹妹快点 他刚刚说妈妈快点 妹妹好热呀 妈妈好甜 你回家就行 你这不是个好人呢 小林依 他看到葡萄了 昨天买了一些无花果 一斤多无花果 带回家半个小时不到就吃完 那些比较成熟 这种我感觉成熟度还没那么好 我说你每天买这么多 你一天你也打不了那么多果子 你种的 我 我种了三颗 丽青椒还种了 四五颗吧 对呀 我说你一天你也摘不了那么多果子 打开看一下 给安顾吃 可以 种的多的话肯定可以的 甚至还可以拿出来卖 这个成熟度没那么好 对这个明显能感受到 上面还有白姜 昨天买到的那种打开之后全部都是蜜啊 太好吃了 今天一油味劲回去之后 他应该是拿了新货吧 我们还是那一家买的 还是同一家买的 我们广东本地的品种 这个叫风产黄 味道又香又甜 你确定了吗 又软 对啊 昨天我确定了 我去研究了很久 熟这个品种是什么 是我吃了 你打开看 打开中间打开 分一半点 五百 嗯 还差一点意思啊 昨天的打开直接就留蜜 所以说这软椅啊 他只能在 家里附近买那种成熟的 或者自己种也行 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 这种东西是相当好的 不容易得各种病 还有很多其他的 秋葵晚上吃吧 嗯 这个你的早餐 青菜都是本地的 还有这个做中午餐 这个排骨 还有这玩意儿 你猜它是什么品种 什么品种 你先吃一个 我都不认识 没有打药的 绝对颠覆你的三观 哎呦 白桂 对吗 对啊 对啊 这种是没有打药 没有没有保果 正常的发育 就是这种状态 颜色看起来黄黄的 红红的 而且还有纸 你没有吃出它很浓的花香味哦 有一点点吧 还是不 有点熟悉 但是一下想不起来 跟超市的比 你觉得哪种比较好吃 差不多 哈哈哈 差不多 对 超市的还 那个皮 没有那么 厚 对这个没有打药 没办法 它一个小小哥自己种的 还种了一些其他品种 这边是本地种的吗 对 这个人是本地种的吗 我们江北那边种的 既然有人种吗 很多 巨峰葡萄啊什么的 不是 我说这么多品种 对 他跟我说这个葡萄很好吃 很甜的 我都没有尝 我就说我知道的 这个长得这么丑 肯定没有打药 哈哈 他还有点不服气 哈哈哈 哎呦 他说有点打打药 知道他的自尊心的 哈哈哈 你亲小伙子吗 对 他也知道长得丑了 汉锅吃 等一下你就来拉进去吧 来妈妈拿那个袋子先 哇 那个无花狗 他不要啊 他不要啊 他嘴巴太挑剔了 不要动心 哎呦喂 太挑剔了 小家伙的嘴巴 还是得自己有啊 我的葡萄长势还行 这颗无花果呢 也开始出芽了 这颗开始结果了 这个是紫色的某多 那个是风产黄 还有 巴劳奈 长势也非常的乐观 应该不久都将来吧 都能吃上果子 甜的流蜜 到时候例行家里多种几颗巴劳奈吧 一个就跟拳头那么大 最大的记录一颗320颗 我万一能不能保住那么多鸟 上下 可以打袋子啊 他快熟了就装袋子 不要给他吃了 他不要的话 我要啊 你要吗 不要不要你吃了 我也吃了两三个 跟昨天那种参熟度就没法比 嗯 这种还没流蜜 还有黄皮 你们吃过早餐吗 你叫他撒红扇来的 好丑啊 我跟一个老人家买的 我看他70来岁的应该有 晒的整个七八黑的 我就干脆给他买一点 买了两把 这种是酸酸甜甜的口味啊 早餐你们吃了吗 嗯 怎么黄皮啊 消食健脾养胃的 味道相当好 就是不好看 就是有点丑 有点熟过桶 像这些已经熟过桶了 小小个 别人试非试的好的 可以长到这么大 怎么了 干嘛不吃 吃了没关系 这几天把我跟力行给整崩溃了 昨天算了一下四五次吧 应该不止五次了 从白天到早上 吐了五次奶以上 每次吐一次呢 换一次衣服 换一次备单之类的 外面晒的全部都是他的衣服 今天才发现偶然间 我给他喂母乳嘛 还最后几天的时间的保质期了 喂完之后啥事情没有 我就怀疑是不是跟这个奶粉有关 你觉得呢 我觉得因为关系不是很大 因为之前他喝那个早产奶粉 也是要喝的 没有那么明显啊 他这次基本上每次喝这种 这种叫什么呢 黄家美树粒他都会吐 搞得我再纠结要不要多买几瓶 那你现在再喝这个等会不会水运漫吧 嗯 话是这么说 只能交替是吧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 再过三个小时给他喂母乳吧 睡觉的话他能睡好一点 嘴巴车 用的油性鼻血的 那些保质期比较近的呢 几乎都在医院那里全部使用掉了 剩下的这一部分 几乎都是5月份左右吧 4月多5月份存的 吃完这些就没有了 4月28号 还一个星期左右的保质期 就是这一款奶粉了 大家没有遇到同样情况了 我不好喝现在就很好 对啊 长得又快又白又聪明 不知道为什么小妹 她喝的话就不太好 老是吐 也到了她要吐奶的时候了 就普通小朋友两个月的时候 她也是会吐奶的 可是没有那么严重而已 在我们手上慢慢的也投胃了 接近两个月了 一个多月接近两个月了 从4斤重到现在接近8斤重 长了一半吧 应该有8斤了 好久没撑她了 对啊 好久没撑她 应该是有8斤了 最开始刚出生 医生跟我们讲 连吃东西都不让 过了一个星期呢 就从1毫升开始喝的奶 然后变成2毫升 3毫升5毫升 10毫升 摘到我们手上 现在最多的时候 母乳可以喂到150 如果是奶粉的话 最多也就喝到90 她就要吐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 大家有经验的 可以的话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去腹肠的时候 那医生不是问我们他痛不难 他们应该知道这些早晨呢 到了一个月后 不然他们也经常不晚 是啊 所以他们也会想问 我觉得应该 到时候我们腹肠的时候 应该跟她的肠胃发育有关 那胃本来就比较小 安姑他出生的时候 七斤多 七斤四两 他可以喝两次180毫升 一出生的时候 就喝了300多毫升 对啊 好了 现在呢 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 拜拜